好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找出斜后根引拔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带线出来 带线出来之后我们立一个锁针 立一个锁针我们看一下 本来我们都是从右往左边勾 现在呢是反过来我们从左往右边勾 同样还是勾短针 大家看一下倒勾短针的勾法 我们这个花边就是用的倒勾短针 我们找到后面右面一针啊 找到挑右边的半个辫子 然后我们穿针进去 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放在勾针的上方 然后我们绕线 绕线我们这样勾出来 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再绕线勾一针出来 现在这个已经完成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往右边来 挑下一针 然后我们再勾线出来 再勾线出来 然后再勾线出来 这样已经完成了两针 然后我们再往右边去 穿针进去 然后勾线出来 我们再勾线出来 好 现在这个花边已经有形状了 它就是像这样螺旋形的 然后我们在右边一针 入针 我们带线出来 然后合并线圈 我们勾完这几针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线头给它剪掉了 免得看着碍事 然后呢 我们在右边一针 还是勾线出来 然后再合并线圈 右边一针 我们勾线出来 然后再合并 就是一直这样勾 勾一整圈 这个勾法就叫倒勾短针 我们往左就是正着勾的 然后从左往右就是倒着勾的 然后大家自己动手 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勾完之后断线 然后我们这个小鞋子的主体就完成了 勾完之后 这一圈之后我再来讲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然后我们留线头断线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把这个线给它收紧 整理好之后 这个 这个小鞋子 它这个 花边就整齐了 我们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 我们在这边 给它藏在这边的花边里面 给它拉整齐 然后它就 看不出来 有接头了 我们藏一段之后 给它剪断 好 弄好之后给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多余的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好 这整个小鞋子 这个花边它就完成了 鞋子的主体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们 拿出小鞋撑 没有小鞋撑的话 可以把那个 用那个纸团 卫生纸 给它塞一下 撑起来 有形状就行 这个小鞋子主体 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大家 需要 有鞋带的 有鞋带的就是 用材料包里面配的鞋带 然后没有鞋带的话 可以 自己动手 勾起辫子针 起辫子针 勾鞋带 也可以 这个东西可以的 然后 勾好之后 我们现在来 穿鞋带 好 我们材料包里面配的都是这种皮绳 这个是看着比较 比较像档次的 大家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皮绳的话 没有购买材料包的话 可以 自己勾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穿鞋带 我是给他这个鞋 鞋子这个 穿鞋带的地方 给他勾的稍微短一点 然后到时候 宝宝穿上的时候呢 就是鞋带可以绑紧 收紧 本来的话 是要勾三排的 我给他勾两排 勾三排的话 他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两片就挤到一块了 然后 可能那个 就没有收紧的作用了 所以就勾两排 比较好一些 然后呢 我们拿出材料包里面的缝合针 这样给他穿 从下面穿一道 这个小鞋子 比较小 穿着就简单 从下面穿一道 上面穿一道就可以了 找到位置 往下面一点